请永远铭记1961年4月17日 这一天号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天 一场愚蠢且失败的行动 不仅险些触发全球核战 还让美国中情局彻底威严扫地 他也是美国第一次为战争做出赔偿的行动 因为他艾森豪威尔指着肯尼尼的鼻子大骂软淡 因为他美国传奇间谍杜勒斯被搁置 因为他导致古巴投向了苏联的阵营 这一场军事行动就是震惊全世界的珠湾事件 也被称为吉隆滩之战 是美国中情报局和美国政府策划的行动 本意是推翻古巴社会主义者卡斯特罗的独立政权 但最后却成为了美国军群史上的大笑柄 时间回到1959年1月 卡斯特罗推翻了美国在古巴扶持的巴蒂斯塔政府 并建立了全新的古巴政权 这就算与美国彻底翻着脸对着干 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知道所谓的巴蒂斯塔政府 就是美国在古巴的傀儡 巴蒂斯塔执政期间 美国公司控制着古巴80%以上的支柱经济产业 例如石油运输 采矿等等 古巴每年有70%多的产业都出口美国 而古巴也有80%多的商品来自美国 古巴虽然在名义上是个国家 但是实际上的古巴只是美国通过经济手段而控制的殖民地 所以卡斯特罗此举从根本上影响了美国在古巴的利益 按理说对在自己地盘纵活的犯罪 美国对他肯定是恨之入骨的 但是美国并没有很快就对卡斯特罗发罪 这又是为何呢 其实在美国看来 卡斯特罗推翻旧政权 建立新政权的行为 与小孩子过家家游戏相差无异 只要你不影响我的利益 你们国家就算闹过天翻地覆都是 所以美国决定 以卡斯特罗先打火太极是情况而定 但是这样融洽的关系并没有保持多久 美国就露出了虚伪丑陋的嘴脸 因为卡斯特罗对古巴进行了改革 大量美企被逼出古巴 70%的产业严重受损 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忍无可忍之下 对古巴展开了经济制裁 而古巴开始更加疯狂 加速通辨美国在古巴的企业 双方火速展开了你打我我反击的局面 但是两国的实力是有着悬殊性的差距的 当美国开始实行禁止对古巴出国商品时 古巴渐渐地败下政来 当古巴与美国僵持不下时 苏联突然冒了出来来拉拢古巴 美国禁止向古巴出口石油 苏联给 甚至苏联还多专款采购古巴的白糖 让塔斯特罗有充裕的资金来采购苏联的石油 古巴在苏联的帮助下 渐渐地脱离了美国的阵营 从而倒向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 因为古巴距离美国只有一百多公里 再加上当时美国与苏联的关系 古巴就像是扎在美国指甲里的一根刺 作为美国白宫座下第一排有简单部门 中情局CIA适时地提出了 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想法 这儿大家可能会问了 你美国跟古巴有冲突 经济上的也好 政治上的也好 外交途径不能解决吗 怎么动不动就颠覆人家政权 这主要还是因为 中央情报局有过类似的成功操作经验 让中情局有了一个错觉 他们误以为在古巴要颠覆卡斯特罗政府 也是件一如反掌的事 所以就非常自信大胆地 设计了到古巴本土去登陆的行动方案 但是这里头 美国又非常的稀罪和狡猾 因为毕竟在1950年代 冷战巅峰时期 美国是整个西方社会的老大 他还得多少在意点自己的国际形象 国际观瞻 所以美国有一个最高行动原则 就是美军绝不亲自下赏手撕 但是美国可以给你提供资金 人员的支持 装备训练等等 说白了 美国就典型的 既要做什么 又要立什么 于是震惊一时的珠湾事件 就在此情况下发生了 基于这样的行动纲领 美国方面做了一系列 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事 非常有意思 具体的行动方案就是 由流亡到美国的 这些前古巴政府的军人 伪装成一支反革命部队 打的旗号就是 推翻卡斯特罗暴政 解救人民 是不是很搞笑 而这支雇佣军 就是著名的2506旅 还有自己的番号 但里头全是古巴人 2506旅 你别看它只是一支雇佣军 但由于背后老板是美国 所以装备其实相当强大 不仅有步兵 还有自己的装甲兵 有坦克 有航空兵 美军给它提供了 数十架的B-26对地攻击机 甚至还有散兵 还有空降兵 所以整个还是一个立体作战 整个这支部队大约1500人 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完全是由美军培训 直到来训练的 这是1960年的事 其次 他们把提供给2506旅的 这些飞机上面 机会全部擦掉 擦掉之后 换上了前古巴政府空军的机会 造成这样的一种假象 然后登陆作战要船嘛 这些船都注射到了 一间古巴公司的名下 这古巴公司的注射地 在美国的迈阿密 这又是想造成一种假象 就是 这些船你看背后是古巴 跟我美国没关系 这些准备停档 时间来到了 整整60年前的1961年4月 要准备最终执行 驻安登陆计划了 在行动开始之前 总得有个成功率不平 这就开始互将坑了 而且是连环坑 首先 2506旅这些古巴人 就坑了一把自己的金主爸爸 就是美国的中情局 他们拍着胸脯跟中情局说 放心 我们只要在古巴本土一登陆 古巴人民一定张开双臂欢迎我们 因为他们对卡斯特罗的同志 怨声载道 我们才是古巴人民的救星 中情局一看 这好 于是原样不动地 把这信息照搬给了总统肯尼迪 在这坑了总统一把 被蒙在鼓里的肯尼迪 就批准了行动计划 而这行动计划 本身是一个登陆作战 你要知道 现代的登陆作战 一定要有海上支援和空中掩护 形成立体交叉 这样才能保证 登陆部队能够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在4月17日展开登陆前三天 首先 由2506旅这些空军 对古巴本土的这些空军机场 现进行了一波打击 目的是毁掉古巴空军的空中力量 这样 2506旅就有制空学了 但是问题在于 空袭效果其实并不好 但是2506旅 这些古巴官兵习惯了好大袭工 所以回去跟自己的金主爸爸 中情局又是一顿冲吹 说你放心 古巴革命政府的飞机 被我们全部摧毁了 他们根本没有制空力量了 于是在1961年4月16日的晚上 珠湾登陆行动就正式开始实施了 2506旅全员出动 1500人全部投入作战 除了空军和散兵之外 登陆部队 是坐着美方提供的五条运输船 到了古巴南侧的海面上 在17日的凌晨开始登陆作战 在珠湾的三个登陆点强行登陆 但是你要知道 这样的夜间登陆 其实就是想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打一个措手不及 然而这一次珠湾登陆计划 事后来看完全形势不密 事先就已经被古巴方面得到了风声 所以当2506旅先投部队 一登陆海滩之后 古巴的军民马上就发现了 再加上双方一交火 枪一响 信息很快就传回了指挥部 马上就组织起反击 当时古巴的军事力量怎么样 整个古巴革命政府 有三四万的正规军 再加上二十万的民兵 你想想 2506旅什么军事力量 虽然有美国援助 装备很先进 但是它只有1500人 如果你是一个突然袭击 攻其不备 还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 奇奇怪效果没了 这一下就进入困难境地 更要命的是 等到天亮之后 天上传来飞机的声音 大家抬头一看 居然是古巴革命空军的飞机来了 对着登陆的2506旅的士兵 做空中扫射 这时候大家才明白 合着你们这些2506旅的空军都吹牛 根本没有最会古巴方面的空中力量 空中打的地面 这是降维打击 虽然古巴革命政府的空军 相对飞机比较老旧 有一些甚至是二战期间 英国生产的战斗机 螺旋桨的 但还有一些是战后美国进口的T-33教练级 但是你毕竟是从空中打地面的 优势太明显了 所以一方面 在海淡上的这些登陆官兵 全都是活靶子 另外 古巴革命政府的空军 直接就打了停在海里的 参与登陆行动的运输船 一艘直接打枕 一艘给打搁解了 所以导致后续部队登陆也有很大的困难 再加上 不断地从古巴各地赶来到珠安来支援的地面部队 民兵也好 正规军也好 不断地形成合围 这就导致 已经登陆海滩的这些部队苦苦之深 因为后续的援助部队上不来 再加上那些补给 枪弹也好 药品也好 都上不来 所以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完全被切断了 有限的补给 只能是靠在夜间美军运输机来进行空投 但是空投的成功率又很低 所以2506旅先登陆的这些部队 根本动弹不得 在海滩上被死死摁住 根本别想往前进 结果行动开始 还不到48小时 登陆部队就已经陷入到 弹尽粮绝的境地 这时候 实际上整个珠湾行动 已经在失败边缘了 想要力挽狂澜 想要挽救整个行动 有没有机会 其实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就是美军亲自下掌 实际上 这个时候 美国海军的埃塞克斯号航母 本身就在加勒比海上游异 他就在担任外围警戒任务 但是由于行动之前 肯尼迪总统 已经下令美军不直接参与行动 所以这时候他非常的犹豫 中情局其实不断地在肯尽肯尼迪 赶紧派美军去救援 要不然 这局面就真失控了 但是肯尼迪 当时始终不下命令 一直到4月19日凌晨 这时候 行动已经开始超过48小时 而登陆的2506旅的先头部队 在海滩上已经被打残了 仗打到这个份上 其实一切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所以在4月19日白天 2506旅一看这局面 也觉得败局预定 决定撤退 但是要知道 你登上了海滩 这时候想再撤回去 谈何容易 因为你没有空中支援 没有海上接应 你往哪里撤 背后是茫茫的迦勒比海 所以这个仓皇撤退 真正成功跑出来的 就牛一毛 就二三十号人 他们在海上 最终被美军给搭救了 剩下所有人 等于都被古巴方面 包了脚子 全军覆没 整个诸安行动 战斗持续不到三天 不到72小时 那最终算一下伤亡 2506旅方面 死了118个 伤了300多个 剩下还有1200个 遭到了俘虏 总和超过1500 是因为受伤和被俘的存在重复计算 而这特别做过说明 实际上是全军覆没 古巴方面 军民总共死了176人 还有几百号人受伤 但是对于古巴来说 最重要的是 他们挫败了 这起美国在背后捣鬼策划 实施的针对 卡斯特罗政权的颠覆行动 所以 这是古巴的一次大获悬胜 而且 极大的刺激了 国内的明星世界 反观肯尼迪和中情局 就成了国际笑柄 尤其计划曝光后 肯尼迪本不想承认 这是美国的所作所为 但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肯尼迪被迫承认了这件事情 还说自己会对此次事件 全权负责 还向古巴方面赔偿了 6200万笔锁 约等于今天的百万美元 除了赔偿款外 还赔偿了很多药品和婴儿食品 这也是美国政府历史上 第一次支付战争赔款 朱安事件 也让美国成为媒体嘲讽的对象 惹得上任总统 艾森豪威尔 肯尼迪也因为这件事 在美国民众中的支持率下降了很多 后来古巴担心美国会再次袭击自己 于是投上苏联 正是这一举动 直接导致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差点毁灭世界的战争 就此而来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群力指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